很多国家都会发行纪念银币 最近澳洲皇家铸币局就发行了全新的一元纪念币 这些银币限量5000枚 设计非常精美 包含了土著艺术和天文学的元素 虽然他们的币值是一美元 说不定未来会身价翻倍呢 澳洲发行的纪念银币将The Immune in the Sky 和The Seven Sisters结合起来 设计的是来自新洲Wirregeri的土著艺术家Scott Towney 和肖Watery Ninger的Kristin Pollard 时星向下三角纪念壁上的图案意义非凡 先来看The Immune in the Sky 这是一个被称作Google们的黑暗星座 在纪念壁上 而描连着南十字星和银河系前的射手座 而描述澳洲的国鸟 再加上星空 让这枚纪念壁充满澳洲色彩 这枚硬币的设计师Towney 他所在的Wirregeri氏族来自新南威尔斯州中部 在他们的传统天文学文化里 会把人土地和宇宙联系起来 这个氏族还有一个名字 那就是Wantan Kangara 时星向下三角的Seven Sisters的设计 灵感则来源于西奥Murchison地区 野马巨人对天文学的认知 印币上的七姐妹星团在英文中是Narlowari 据说这个星团会在四月日落时 等待在地平线上采集而描淡 时星向下三角市政厅钱币和收藏品负责人David Jobson表示 虽然纪念壁的币值是1美元 可以当成普通的硬币花掉 但他不建议兑换成现金 纪念壁未来会有升值空间 这一系列的第三枚纪念壁预计于明年发行 时星向下三角除了官方发行的纪念壁 还有其他的硬币价值非凡 2000年时 澳洲的一批亿元硬币在铸造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技术错误 这导致他们比普通的硬币略厚 而且硬币上女王头像的一面边缘有明显的双环 这种非常稀有的罗币 Milcoin数量稀少 同样价值不非 所有的硬币都有面值 完全可以当成普通的硬币来用 但上面这些硬币太特别 还是收藏起来更划算吧 这些硬币的硬币的硬币的硬币